雪白的梅花逐漸綻放枝頭 散發陣陣清香 這裡是桃園復興區腳板三行館 桃園市府觀光局 推廣復興區觀光產業 在1月6號到1月22號 在腳板三行館園區內 舉行一系列的賞梅活動 像是平民活動 草地活動 或者近年流行的泡泡足球 民眾認為 雖然梅花因暖冬影響 花季較短 但來到這裡 可以與家人一起舒適的觀賞梅花 也能一起同樂 自己開車 然後覺得這邊停車都還蠻方便的 對 有一點點小失望 就是因為花還沒有很多 聽說梅花開了啊 就過來看一下 這裡是非常舒服的地方 桃園市府觀光局長表示 腳板三園區還增設了 約兩公里有三環湖步道 連接整個園區 讓行動不便的民眾 也能舒適的觀賞梅花 另外也從大溪投僚到腳板三 提供接駁車供民眾搭乘 腳板三這邊設置了一個所謂的友善步道 那也就是說在整個過程當中沒有任何的階梯 那不管是推著娃娃車或者是推著輪椅 都能夠非常方便的在這個地方遊逛 我們用水蜜桃公主系列的水蜜桃 是我們的西南大使也來推廣我們梅花祭的這種梅花 因為他們水蜜桃公主 我們也有水蜜桃公主茶 變成是結合我們的梅花 梅花祭來舉辦一個品茶的部分 區長表示這次梅花祭也結合在地特色產業 拉拉山系列茶像是水蜜超茶等 平民活動將在1月15號在腳板山行貫園區舉辦 記者樓挖保號同一復興採訪報導 我們用了壁機的衝突 跟生かな思考 在那邊 我以前很像巧我 所以說我要是同一個很重要的